直到听见华东师范教授的这句话 才明白周星驰的伟大 影视剧就是全中国最封建的地方 永远是按地位 按财产来分配颜值 按颜值来分配道德和未来 蛮惨的 就是我们中国电影走过了一百多年 千辛万苦 把清白的良心还给了底层 然后一百年不到 我们的影视剧又把心机和穷人 又把天真和富人进行了链接 星爷镜头里的穷人 让人笑着笑着就哭了 为了供小迪上学 星爷每天起早贪黑的打工 遭受各种折磨 包工头让他对生活低头 但星爷连说了三个字 你怎么顶啊 顶得了 你顶不了 顶得了 你顶不了 顶得了 那一刻多少人看哭了 这才是底层人民的真实写照 以前的穷人形象是多面的 有好有坏 表面凶神恶煞的包工头 在细节中却多次帮助星爷 我知道我口臭 大家的红香 就那么算了 啊 我不应该搭着那么多人面 收你儿子 收下一个红包算了 这 但是他真的作弊 谁不作弊啊 你儿子这么聪明 将来一定出人头地 要是那样 就谢天谢地了 那就给他买东西吃吧 你不用给那么多啊 行了 给他交书本费 交学费好了 赶快开工 小时候以为包工头是坏人 长大后才明白 他是嘴硬心软 然而在现在 资本投资的国产距离 穷人的形象 不知道什么时候变了 现在距离的穷人 不是好吃懒做 就是鼠目寸光 坦德无厌 穷人身上被安上了无数缺点 他们所有的用处 似乎都是用来 来衬托富人的善良 不做作 资本拍出的普通人主角 更是让观众看了直冒引号 寒雪拍摄的超时 为宋达背景离乡的外卖员 为了生活忙得脚不沾地 每天只送了30单 还被自己感动哭了 回家之后 住在上海环境相当不错的公寓中 而现实中 外卖员送单十几个小时 只吃了一顿饭 然而 看完电视的剧情 还是把自己感动得稀里哗啦 里程如忍不住当场吐槽 自我感动和感动是有差别的 国产剧的编剧 看来是真不懂穷人的生活 电视剧《生活家》中 主角母女二人 一点存款也没有 为了省钱 就去超市蹭吃蹭喝 即便这样 两人依旧可以在上海的市中心 租一套6000的房子 还能压一抚三 王曼妮后来为了省3000块的房租 都知道搬家的外环 电视剧《没有秘密的你》 西威饰演的女主 是一个废柴女律师 她表示 失业房租都交不起了 但却住着独栋的别墅 附带一个漂亮的阳台 有着超大的浴缸 这么大的房子 别说失业了交不起房租 就放到没失业的平常人家 也交不起房租吧 电视剧《我的真朋友》中 女主一个月工资2000块 还有一屁股外债 但是住着市中心的精装公寓 随手就买下了3000块的裙子 在亲爱的小结痞中 女主的爸爸是清洁工 弟弟是个复读生 女主需要每天打四份工 为家里分担压力 原本以为 这是个过得有些拮据的家庭 但看了女主家的房子 我才明白 我想的太简单了 如果穷人的生活都是这样的 我都有一点找不到词 来形容自己的生活了 当明星哭穷时 说出的这些话 我才明白 为什么影视剧里的穷人 和现实有那么大的差别 王传军说 自己最穷的时候 卡里只剩下100万 后有杨幂说 自己没钱时 我卡里真没钱 群里也发红包是吧 那红包得捆绑那个卡呀 不是这个 这个五万十万还是有的 我钱都在公司和我爸呢 公司会直接给我爸 我爸可能定期的会给我 原来五万十万等于没钱 他们眼里的穷 和普通人的穷 根本不是一个概念 在他们眼里 冰箱里是不会有碗的 王欧在节目中哭穷 自己这么多年还买不起房 结果被大长尾当场拆穿 周晴阳这哪是在哭穷 这是在当面凡尔赛吧 他真的好穷 小时候就不敢花付给钱 爸爸送你们一个新公主 订阅啊 你们现在没有吗 你们现在没有吗 除了哭穷 明星最爱做的 就是说自己有多苦多累 我要会做饭 我要漂亮 还要瘦 我还要吃 我长不怕 大家对我们 就再关爱一点 就快乐 但早在2013年时 他商演的出场报价 就高达42万元一场 他们一部戏的 成百上千万的片酬 就抵得上普通人的一辈子 我们正的这个片酬 能拍一部戏的片酬 给我老百姓活一辈子 昨天才三百 今天就可以涨到九千 我一辈子这么甜 都没有他们一个人 这些乱 中国演的片酬影星 就是傲然全景 你比国际影星拿得大 拿着日薪上万的收入 却要立打工人辛苦的人设 普通打工人实在是无法共情 在明星眼中 艺人是高危职业 太辛苦太累 但却没有多少人愿意退圈 什么时候 他们才能意识到 行业比起大多数行业来说 已经算很轻松了 你说你拍戏熬夜 他们为了抢修管道 他们一晚上也不睡觉 只能晚上去干这个工作 他们也是辛苦的 比我们辛苦的要多一些 所以我觉得辛苦这个事情 对于演员来说 不要去就是过度的去渲染这个事情 因为没有必要 你有这么多收入 你就应该吃到这么多苦